大家好,万万没有想到山楂干搭配上芙苓 没想到作用这么厉害,解决了很多家庭的烦恼和问题 既省钱又使用 可惜知道这个方法人并不多,也没有见过 今天就把老祖宗留下的这个传统做法分享给大家 既省钱又方便 下面跟着视频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我们准备一些山楂干 山楂干是山楂做的 山楂呢,是我们常吃的一种水果 它的果肉稍微少一点 山楂呢,也是可以入药的一种果实 山楂非常的好吃 平常我们都把它做成山楂干,山楂糕,山楂条,山楂皮 现在我准备的是大约8克的山楂干 把山楂干放到水中,给它清洗一下 山楂干在制作的时候会晾晒 晾晒的过程中会有一些灰尘 所以咱用手使劲揉搓一下 把山楂干上面表皮的灰尘,给它清洗干净 清洗好以后,把山楂干我们给它捞出来 准备一些芙苓 芙苓看氧器和石头一样 其实呢,它是一种中药 它不仅可以泡水喝 还可以做我们日常烹饪中一种调味品 它的价值太多了 非常对咱们人体不错 我准备了三克的芙苓 把它放到水中,清洗一下 简单揉搓,把上面的灰尘清洗干净即可 清洗好以后,把芙苓也捞出来 准备一个砂锅或者一个养生壶 在这里呢,千万不要用铁质的容器 把山楂根和芙苓倒入到砂锅中 再加入800毫升的清水 把它们在砂锅中浸泡10分钟 因为它们都是干货 所以呢,让它们吸足水分 这样我们在煮制的时候 它们的作用才会更好地发挥出来 通过10分钟已经浸泡好了 开火,把水先给它烧开 煮开,盖上了砂锅盖 转成最小火,熬煮20分钟 腌到,打开砂锅 我们把里面的汤汁舀入到一个碗中 里面的山楂片,还有芙苓 我们不要舀入碗中 把它们放入到砂锅里面 还能重复煮至3到5次 放到不烫嘴的时候 就可以饮用了 山楂搭配上芙苓,是绝配 我试喝了3天 真的太管用了 您别看这个方法 食材非常的简单 其实它里面包含了我们老一辈人的智慧与结晶 它的作用在这里说一天一夜都说不完 相信有的朋友看到这里 已经知道了它的作用 欢迎您打到评论区 让大家都知道 今天老一辈人这个方法就奉悦给大家了 谁用,谁知道它的好处有多么的好 赶快收藏起来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谢谢您的观看 谢谢您的观看